龍曆七月夜媽媽跑步好易撞鬼 但有心見鬼的跑友 不妨參考阿宇推介的幾條灣仔猛鬼街 龍曆七月跑步推介 夜探灣仔猛鬼街 皇后大道東闊樂易跑 還有舊灣仔油局這個靈異景點 五六十年代舊樓沒有油箱 這區的油差要上門送信 但街坊就最怕見到鬼油差 這個油差都是一樣穿著制服背著油袋 但它送信的時間不是日後 而是半夜過後 而住戶收到的都不是信件 而是一張白紙 傳說收信人七天內會身亡 如果你不小心在街上見到鬼油差 三天內就到你收信了 喜歡跑山跑斜路的你 可以試試遊船街跑上山波台 這裡有一間荒廢學校叫聖路奇書院 居民說 學校的燈光忽明忽暗 有時還會傳出尖叫 甚至有人見到毛頭的女鬼 有情侶試過新部相機 進去鎖著的學校大閘拍照 誰知道下載到電腦才發現 其中一張 在學校樓梯 左手邊跟牆的位置 有個粉紅色 好像小朋友的人頭 想文青些 可以跑去附近很多高級餐廳的星街 永豐街 這裡就是傳說中灣仔的鬼門關 沒多久之前 還有一塊大紅布蓋著 傳聞說 這個鐵架原本掛著的紅布 是用來擋住後面一個防空洞入口 二戰時防空洞炸死很多人 洞口自此變了陰雲的出入通道 附近的住宅門中 經常無端端響 日月星街一帶 還有人頭飛來飛去 結果要安個土地供在永豐街 再加一塊紅布才能鎖住 一年前快步不知為何被人拆了 有沒有鬼飛出來就沒有人知道了 講了那麼多鬼怪還未夠厚 那就參加由全城街馬主辦 10月29日的萬聖節街跑 At 九龍東 2017 到時你可以自己Cosplay鬼怪 跑半馬、10K、5K或3K項目 又或者彎遊得跑 又遊遊戲玩的南瓜特工抹著跑 大會不設計時競賽 不過有最搞鬼扮相大獎 當日還有戶外音樂會 美食攤位 萬聖節面部彩繪 快去這個網址看看